兩岸越緊張對在野黨越有力 因為票同民進黨台灣變戰場 八月的時候 就是賴清德所謂過境 假設會有圍倒軍演的情形 侯友宜有沒有辦法 那個時候抓住機會告訴大家 只有侯友宜有辦法兩岸對話 因為只有侯友宜講九熱共識 然後因為這兩天連續三個民調 一個是風燦的民調 他是講藍白河民調 一個是零傳媒的民調 他在講的是基本盤 然後再來是今天最新的 台灣民意基金會 又一個民調 侯友宜都是老三老四 然後在這個狀況之下很顯然的 這三份民調都是 金普聰加入侯友宜團隊之後的成績單 看起來還是一樣不及格 目前的一些局勢來看 首先第一個地方的諸侯啦 然後呢或者是還有爭執的一些委員 或者呢像是這個韓市長 然後那全代會 韓市長也說會出席 然後呢地方諸侯人士 然後再講說大家要收心了 所以已經確保723呢 還是沒有問題的侯友宜可以安然的被提名 看起來沒有問題 所以大家就不用再爭了 那國民黨內部應該是大頭門的 整合已經沒有問題了 大頭門形象上的團結也沒問題 那麼郭台銘之後呢也會看到 應該也沒什麼希望 那連署更加困難 要靠柯文哲呢靠不過去 所以郭台銘應該也就沒什麼細唱了 所以國民黨內部是基本上走向團結一致努力的方向 那第二個呢 其實可是大頭願意支持 人民不見得願意支持 為什麼呢 因為還是在侯友宜個人的魅力跟表現略有不足 第二個我認為關鍵是 這一個所謂的市場定位會不會有錯 市場定位 你的這個定位是不是有錯 你說哎呀侯友宜很會拼治安 然後呢這個未來要拼司法這個沒問題 台灣人多數對治安對司法當然也很不滿意 OK 但這不會是選總統的唯一投票因素 而且是小區塊 對他甚至不會是投總統的重要因素 除非你現在發生的是什麼白曉燕命案 對那種重大治安事件 你把它拿出來就大家變成會很關注 問題是現在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我認為他的定位上還是有 有所不足或者他整個的形象不夠清晰 那其實我認為這就是放棄國民黨自己本來有的一個好牌 那最後呢就是看他的個人要加強 最後就是看所謂的大局 我認為這個大局還是有有所注意喔 在今年八月的時候 就是賴清德所謂可能過境 理論上現在的形勢是兩岸越緊張 對在野黨越有利 對 因為票同民進黨台灣變戰場 是一個現實性的議題 所以關鍵在於說八月假設我們預估了會有兵凶戰危的情形 假設會有圍倒軍演的情形 那麼請問侯友宜有沒有辦法那個時候抓住機會告訴大家 所以明年的投票就是戰爭與和平的投票 而只有侯友宜有辦法兩岸對話 因為只有侯友宜講九二共識 所以侯友宜民調能不能夠有巨大的起色 我說要嘛看個人 第一個是看所謂的黨內團結 現在已經差不多了 七二三之後差不多 第二個看個人的光和熱 這他自己要努力 但至少有第三個就是靠兩岸關係的大局演變